大家好,我是乖修船 这个视频呢,咱们中间点评 向五矿稀图广深有势 单样不破,还能否再创新高 现在该不该持股 该不该进场 该不该离场 好,那么我们先看一下五矿稀图 那么对于五矿稀图的话呢 咱们前面对它的跟踪视角的话呢 其实它还没有打破 前面的这样的一个节点 什么节点呢 这一天呢,在12月6号给出长上影 12月7号给出长下影 那么后面的连续三个交易日的话呢 其实还在这样的一个高低点区间 之内进行整理 当前的话呢,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增长整理 那么在增长整理当中 用传统的一个视角来讲 思考的一个重点在于 它是洗盘的 还是属于出货 如果是出货的话呢 那么前面有大幅的一个上涨 或者说是有明显资金出逃的痕迹 那么如果洗盘的话呢 它是为了更好的上涨 后面的大概要创新高的 那么这个怎么去判断呢 首先当前的几点的话呢 那么上涨线 下涨线 下涨线 其实呢,它首先代表有定的多空争夺 以及呢 增浪整理 增浪整理的话呢 那么从它的一个趋势的角度来讲 它是没有破的 这个没有破的话呢 首先用 咱们先用传统视角 然后呢,再结合 像开线语言 包括呢,再结合残论结构 多维度进行分析 从趋势的一个角度呢 低点和低点相连 它当前还属于这样的一个 环掌的通道内 就是当前这样的一个环掌通道 并没有被破坏 没有被破坏的话呢 那么对应呢 在环掌通道的下沿附近 只要不破 它反而是 小的机会点的一个把握 如果说后面呢 真的给你中阳 或者是长阳 或者是从高过中呢 靠近这样的一个 上升通道的上沿附近的位置呢 反而要找卖点了 这是一个视角 对了,如果说 当它破了这样的一个 环掌通道的趋势线 环掌通道下沿 破了之后站不上 那么对应的话呢 要防范进一步走入 这是用通道的一个视角 也是用趋势线的维度来去 衡量 然后我们再来就看到 更重要的是 咱们前面对它的一个 态度是什么呢 它下方先是五分钟平台 然后呢 是三十分钟这样的一个平台 三十分钟平台 这是大的一个维度来讲的话呢 这个位置如果说增浪的时间 增浪的结构 更加饱满 更加的复杂 那么对应的话 可以把握三十分钟级别的买点 那么如果说这个位置呢 增浪当中五分钟的 先段下五分钟的 中枢组建 不拍出呢 再走五分钟的身上离开段 那么这个位置是作为一个 三十分钟级别的三连买点 而后呢 走的是一个三十分钟三连买点 之后呢 向上走一个五分钟的组织类型上 所以说呢 当前对于五况稀土的一个态度的话呢 证明 从多个维度来进行看来的话呢 它是属于洗盘的 性质要更 就是可能性概率更高一些 这是一个视角 然后我们再来去看 用单阳不破的维度 这个位置出现涨停突破 涨停突破之间呢 咱们就有过这样的一个重点跟踪和点评 在这一天 涨停突破过之后呢 后面它也是 震荡多日 震荡整整什么 整整一周多 七个交易日 始终不破这个涨停板的一个位置 也不破下方的平台 然后呢 再也不拉升 再也不拉升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从 本周一 一直到今天 实际上它已经属于这种震荡 五个交易日 这五个交易日呢 它也保持着那个单阳不破的一种状态 保持单阳不破的状态 的话呢 那么这个几点的话呢 从时间上面来讲 或从它的一个 从它的一个趋势线 通道的一个少度来讲 这个位置呢 应该是 如果说 从它的位置 那么接下来 向上 再度进攻 或者是向上选择方向的 这种概率还是蛮高的 然后呢 咱们用禅论结构去看 就是当前呢 个人倾向于 先视为 洗盘来去对定 而且单阳不破 还处于多头赚优的一种状态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长阳结构 用五分钟的一个走速图 好 用五分钟走速图的话呢 那么很明显 那么对应的一个节点是什么呢 咱们先小周期 小周期的话呢 从42块8的位置 做一个新的观察点 那么五分钟 先来下 我们先来上 五分钟 当前可以把它周围的 作为五分钟中度组件 五分钟中度组件的话呢 那么不排除 后面观察的视角是什么呢 如果说向上 给出五分钟 向上离开段 那么对比的是 五分钟的向上的 先段 或向上的这样的一个离开 和前面这个进入段有五倍迟 如果有倍迟的话呢 那么对应呢 要找一下卖点 等他 等他走一个 反向的五分钟组织类型 然后再把握 五分钟的倍迟一买 和三十分钟级别的 类三买去处理 去跟踪 好 这是一个用五分钟的一个结构 来去看 如果向上 观察他的力度和他有 倍迟 那么这个位置 如果说没有 这个时候还没有向上发力 没有走出突破前面高点 而是在这个位置干嘛呢 在这个位置持续震 震的话呢 只要不破前面低点的位置 还保持单向不破 大的方向 小的方向的话呢 在这样的区域里面 他保持这样的一个 整理中枢延伸 或者是摘付震荡 最终的话呢 他必然是要选的方向的 那么选的方向最终 要么是向上突破前面高点 五十一块 九毛四 要么向下跌破前面低点 四十二块八 那么最终的话呢 个人更倾向于 向上选的方向多一点 但是从残忍结构来讲呢 不需要有个人的喜好 也不需要 过于依赖主观的 一个视角知识去跟 怎么就跟了 当前他只要说什么呢 连如果说连前面 这个位置低点 都不跌破的话呢 实际上还是属于 这样的一个 中枢组建的过程当中 没有必要去应对 那么手中有的 等他向上 离开 观察有被吃 有被吃找卖点 没有被吃的话呢 那么可以 可以什么 可以观察他内部结构 是否有被吃 如果都没有被吃 那么对象呢 可以持股 可以跟 如果说向下的话呢 那么只要不破 只要保持单样 不破的一种状态 那么还是可以去 就是首先呢 先观察前面 45块七毛八的位置 这个位置呢 是作为一个 中枢组建的一个节点 可以去跟 好 这是五分钟的一个视角 如果就用三十分钟的 一个维度来去看待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他的一个剧情 就会呢 这样去演绎 例如说下方呢 它是一个三十分钟的中枢 然后的话呢 走的是现在离开段 三分钟别三点白点 三点白点 因为这个位置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四级别中枢组建 中枢组建的话呢 它是五分钟限制下 五分钟限制上 五分钟限制的一个组建 那么这个位置呢 它对应两种可能嘛 完全分裂 要不然是突破前面高点 走五分钟限制的离开段 因为不能突破前面高点 如果说突破前面高点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观察的 刚才五分钟结构来讲 观察这个位置 是不是有被吃 如果有被吃的话呢 那么这是一个五分钟 组织类型上 可以结束 然后呢 它对应的是三分钟 三十分钟的 先段上 那么后面再观察 五分钟的组织类型下 三十分钟的先段下 如果回落呢 连前面这个高点都不接触 它就是更好的 更强的卖点 如果接触的话呢 那么逐建第二个 三十分钟输 逐建第二一个 三十分钟输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它是可以作为 三十分钟级别的 类三买 好 这是一种 向上突破前面高点的推演 如果这个位置 的话向上没有 突破前面高点 而是干嘛呢 而是 这个位置呢 正一正正一正之后呢 直接回射 回射的话呢 把前面这个地点给跌出 给跌破 但是呢 不破前面地点 不破下方这个三十分钟上沿 那么对应的话呢 这个位置是完全可以把它直接 把它做为什么呢 把这个位置 作为一个 比五分钟级别高 比三十分级别低的 这样的中枢 可以和前面这个位置 相对应 所以说呢 对于五矿稀土来讲 当前的一个做法的话呢 还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回射 找买点 反弹 看力度 是否被值 找卖点 当前的话呢 还可以作为持股的理由来去跟 这是一个最终得到的 这样的一个 当下的一个结论 至于说后面 然后再不断的进行跟踪 好 这是对于 五矿稀土的一个 禅论推演 好 那么我们再继续呢 往下面去看 例如说像 广升有舍 那么广升有舍的话呢 那么它也是属于什么呢 属于 涨停 单阳不破 目前来看的话呢 相似啊 没有突破前面的高点 也没有发力 向下的话呢 也没有破 涨停板的尸体部分 甚至说呢 整体保持在涨停板 半分位的上方 所以说呢 这属于典型的 涨停单阳不破的一个视角 而且呢 用残忍结构来去 看的话呢 就是传统视角 只要涨停单阳不破 这个位置是可以作为 持股的理由来去看待的 而且呢 回次 只要不破这个 涨停尸体实际的 可以作为一个 低吸的节点来去对待的 只不过这个震浪 时间稍长一些而已 但是它的空间 倒不大 好 那么我们再用 残忍结构 用残忍结构的话呢 例如说同样放在 五分钟的一个轴距上面 它当前它属于五分钟的 中速延伸 既没有 向下 走出离开段 也没有向上 走出离开段 为什么说既没有向下 也没有向上呢 如果说向下走出离开段 什么情况下 是要防的呢 从58块9毛3的位置 这个位置的话呢 如果走出一个 向下的 好 如果走出什么 走出向下的 这样离开段 反抽站不上来 可以呢 以它作为一个观察点 这是一个反向的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反向的 五分钟中速 而后的话呢 就作为一个反向的 五分钟中速的 对应下 作为一个五分钟中速 那么呢 主要给出这种三类卖点 破前面这样的低点 然后呢 反抽进不来 这就属于给出四个三类卖点 那么它就是 防范 要做出这样的一个 纠错 如果说前面是这样的 低息的一个视角 就要纠错的 后面的话呢 再观察 它和它有没有被迟 或者说呢 勾住 如果说更强一点 勾住第二个五分钟中速 回落 那么五分钟趋势下 是否有被迟 然后呢 和前低是否接触 是否触碰 如果说呢 连不破前低 那么对应呢 它可能会存在 五分钟级别的被迟一卖 和三十分钟级别的 二来卖点了 当前这个位置 只要不破前面这个低点 它也属于中速逐渐 中速延伸 依然有存在 相当大的一个几率 或者是可能 向上走离开段的 所以说呢 当前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 这样的一个 震荡整理 可以把它作为 这样的一个中速延伸来去处理 好 这是广深有色 用五分钟的一个结构来去看 前面呢 是五分钟大的线段上 当前呢 是处于五分钟度组件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如果说用 更大的一个字 要用三十分钟的一个维度 来进根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它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例如说 在前面这样的一个节点 从七十八 三块八八八 跌到四十四块钱的位置 用三十分钟维度呢 这个位置是可以把它作为 一个三十分钟中速 好 那么当前这个节点的话 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三十分钟级别 二三类买点的重合 这个位置 完全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三十分钟中速的盘整 三十分钟的盘整下 被迟 人的反弹力度比较强 一个三十分钟 这个位置是可以把它作为 三十分钟的一个线段回射 不破 前面的中速上沿 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 三十分钟级别的 二三类买点的重合的 所以说呢 不管用传统视角下的 涨停单样不破 还是说用五分钟的 走势结构来看 当前把它作为 中速衍生 还是呢 用三十分钟的 一个视角来讲 从高到低 它可以把它作为 三分之二三类买点的 一个重合的视角来看 所以说呢 对于广生有视 当前的一个状态 都可以作为 持股的理由来去看 以把握机会的 一个视角来去跟 就是呢 有回撤 找机会点 有的话呢 依然可以持股 把它作为洗盘 或作为这样的 震荡来去对应 那么什么情况下 是要防范了呢 这个位置是可以用 用一个比较 简洁的一个视角 好 把近期的平台地点 这是一个超短的防守位 那么如果说 用 涨停单样不破的 一个视角的话呢 那么 属这个涨停板的尸体即可 只要这个涨停板尸体 没有跌破 那么都可以作为 这样的一个持股的理由 去对应 只不过呢 如果说板块 是不断的轮动的 行情的话呢 是不断起伏的 当个股没有明显的起色的时候 它也没有打破 你的卖出条件的时候 这个过程当中 只需要呢 坚守搓心即可 只不过呢 任何一支个股都不需要 也不值得你去 所谓的防守一波 佛位的满上去读 但是呢 有些过程 是需要去 是坚守的 坚守的是节奏 坚守的是买卖点的一个执行 坚守的话呢 是对方法论的一个 应用 而不是情绪 好 这是咱们讲的一个节点 后面的话呢 能不能走强 能不能向好的方向去发展 我们拭目以待 就是呢 向好的方向 你能不能把握住机会 扩大盈利 什么情况下呢 还是可以 如果说后面 以掌停板的方式出现了 代表的是呢 以掌停突破 然后呢 走向离开段 那么它 依然有机会呢 再往上走 如果后面也冲高了 但是带有上行线 而且的话呢 有面前的这样的一个 力度的一个衰竭 就是五分钟 中枢延伸向上走离开段 但是这个离开段呢 和前面明显是有这样的背次关系的 那么对应的话呢 反而是要找卖点 那么同样的这个位置 如果说震荡回刺 如果说带有抵抗式的回刺 保持这样的一个 不管是三十分钟级别的 二三连买点的 不被破坏 然而 然后的话呢 对应的 掌停单样不破的状态 不被破坏 回刺是买点 如果说出现 急促的一个调整的话呢 把这样的一个买入条件 都给破坏掉了 这个时候它就不是买点了 而是呢 找机会及时的纠错 或者及时卖出 好 这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 更多的话呢 还是技术 巩固 经验分享 不注意慢慢依据 好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积极的留言点赞 积极的赞赏 好 再见